大家好 欢迎回到《妄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6月7日星期二 今节有我许柳山 还有我们的刘西兰波罗仔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记得赞我们这段视频 最重要是帮帮忙订阅我们《妄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今节要谈谈过气女星刘小慧 算了 事实上她已经很久没出来演戏或唱歌了 想不到她突然间因为一件事 人气急升到连台湾地区都在骂她 这么厉害 什么事呢 没几天前都已经骂到爆炸了 当然是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事 无端被骂一般都是这样 创了户 人直播你直播你直播 可不可以用一下你的脑子 如果你还要做一些教坏人 做一些不好的示范 虽然她戴着口罩 但她的样子还是笑咪咪的 还在那里做一些错误的示范 简直看到我都眼火爆了 说说发生什么事 话说她早前在直播中示范了自己在淘宝买了一个超声波驱狗戏 我听到这里也一声 什么呀 驱狗戏 有什么得罪你 为什么要驱狗戏 狗经常咬她 她不是经常被狗追吗 她自己本身是一个很爱动物的人 长年累月都说自己是有养动物的 也在那段直播中说她自己晚上带小动物出街散步 为什么要用这个驱狗戏呢 你自己也有狗 驱什么鬼呢 差点说到粗口 当然不是啦 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狗 她主要原因是说什么呢 她说原因是带着我的贵妇狗 又说什么 她又不是很冷静 狗狗又比较远一点 或者看到一些同类会不会是挑衅 或者想一起玩 狗狗之间会不会有言语的冲突 或者眼神的冲突 这些我们不知道 她怎么说呢 她说有时候行山就遇到很多堂狗 她说用这个超声波的驱狗戏一按而已 那些堂狗就像鸡飞狗走的 那么厉害呢 其实这个厉害呢 我想你知不知道这些堂狗 如果真的听到这些声波而觉得辛苦得要走的话 究竟是怎样的呢 还有这些堂狗 我们大家听她这样说都明白了 很大很大机会是一些流浪狗来的 我们这样做都可以 然后还很囂張 当然她觉得好像很自豪 觉得这样吓走他们 就不会影响到我的贵虎狗 很分开狗狗的种类贵与普通 我不想用那个好像她这样说到 对于堂狗说到好像很自然 不可以这样的 不可以这样的 我的贵虎就不同了 我本身就是一个贵虎 自然就养回一只贵虎狗了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你老公叫苏智慧而已 你别以为自己只用慧慧而已 对啊 对啊 原来她用这样的东西来赶狗走 其实会不会导致一些狗受到伤害呢 我觉得这种伤害是没必要的 对吧 老实说 我们待会可以说一说 这种做法 如果对一些流浪狗的话 是有什么影响的 好啊 还有就算你老公有多厉害 如果你们做了什么坏事 我只是叫你们炸板而已 还不错呢 这个超声波这个东西 他说对我的名肿狗是免疫的 还即时示范给大家看 他真的觉得很有趣 他还在尖尖自喜那里试 看到他的名肿狗 头就不断移动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他直播的时候 说到这一段话的时候 人们在看他的直播时 已经骂爆他 说他没有同情心 不应该把狗分级别 然后网民马上有很多扶平王 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都知道坏了 马上留言道歉 但是你说的坏东西 已经令到很多爱狗之人 是很愤怒 而且这个愤怒是去到台湾地区 刚才说的 很搞笑 香港女星用驱狗器赶狗 感叹号 网气炸鸟 完全没有常识 我们稍后再说一下 他如何没有常识 好啊 他太离谱了 我们要说一说 从一些爱护动物的角度来看 是怎样呢 刚才我提到 流浪狗 其实已经是很可怜 可以有好几类的 有一类 他们长期被人欺负 假如 被人用石头扔他 可能又被人赶他 被人欺负他 总之租出他 什么都好 又没有食物 又没有好的地方住 即使连水 都没有好喝 其实如果遇到有其他狗狗 向他吠 他可能是自己的自然反应 他要保护自己 因为被人欺负得太多 其实好像人一样 每个人都走过来欺负我 我不管你什么样子 其实9月9日之间 他不懂得分 没有日子 他们没有分别什么等级 其实他们不会分 我怎么知道 你的名字叫贵妇狗 我看到你都是一只狗 都是同女 只不过你的形状和我不同 最小一点 其实是这种贵妇狗 还有 不过刘小卫 这种贵妇狗的形状 就会比较健碩 因为是另一种 运种名种狗 这些是一类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 你养了这么多年 寵物 你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 还有另一种 我自己觉得真的很可怜 我跟台阳说这次节目的时候 我都说 其实我的车上 是有这些狗狗 或者猫猫的食物 我自己本身 现在就没有养猫 没有养狗 那你放在我的车里干什么呢 就是有时 我去到夜晚来说 去到某些停车场 可能会看到 路边有些流浪猫 或者流浪狗 如果我看到他们的话 我马上上车 就拿那些小食 给他们吃 最初我也不知道 他们的心态是怎样的 有一天 我想请一只狗狗吃东西 但我又怕 走得太迷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 他以为我会袭击他 或者以为我想扔他 因为我怕他攻击我 或者咬我 他这样反抗 那会不会呢 原来不是 我举手 我扔一些东西给他的时候 就是扔一些东西给他 其实那只狗狗也有分 那么大一只 他也扔得很快 他可能自己的心都很害怕 很害怕有人想拿东西扔他 其实他们本身是很害怕的 他们自己是流浪 受尽风吹雨打 受尽人欺凌 这些就是另一类 一些都很强势 会咬你 或者反批你 但有一类 你动一动都很害怕 你还要用这种 超声波驱狗气 突然间的环境 知道 你是忍受不了 那种就要害怕 要快走 就是想想 你这个人会突然间听到什么声 会怕到立即要掩着耳朵 撥下的呢 你试想想人会怎样 就是你听到什么会这样 你说听到我说话 那你也不会按住耳朵 你说我听到我唱歌 你就会按住耳朵 趴下的呢 是 我想听到一些很巨大的声音 分配很高的声音 或者听到一些很尖的声音 也都很自然会 会掩着耳朵 或者整个身体弹开一样 那种声音不是一拳打你那种伤害 而是会令到你心理上 是有一种害怕的 有一种震惑力在那里 对不对 我相信这种 所谓的超声波驱狗气 那个效果也差不多 情况就好像听到一些巨响 吓你一样 你会整个人很慌的 突然间那一刻 对狗就是 听到一些超声波 就很慌 所以就立即走 是不是这样 甚至乎以后连那个地方都不敢再去 是的 那些动物 他们不懂得承认的 原来这里是哪一边的海旁 这里是什么西九文娱艺术区 他们不懂得承认这些 他们认回那里的味道 可能认回那里的环境 那个感觉 他们只是这样 你没有搞错 到时候流浪狗已经很惨 他连那里都不敢回去 你还不懂得承认这些东西 还好像很好玩 你这样赶紧流浪狗 意思就是 赶紧流浪狗 人家已经有惨了 对不对 你自己养一只贵虎狗 很新鲠肉贵而已 其他狗不是 对不对 不是不止 还要赶走他们 那种态度 有时候我都不太明白 一个养狗的人 心要去到几独 才能读到要赶走其他狗 我真的挺着气 很多人留言给他 尤其是台湾地区 就说主人不善良 完全没有常识 根本不适合养狗 有些人就骂他了 品种迷思就是这些品种迷思的人 搞到有些狗不会有那么多人去养 甚至是被人弃养 被人嫌弃 有些人还骂他 没有资格养狗 还说任何一种品种 其实都是一样的 没有分等级 一样很简单的道理 生命的价值全部都是相同的 同样都是要尊重和爱护 刚才台湾说到的范围 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不敢 其实也有原因 有些狗主也说出来 如果你去到别人的地盘的时候 别人要保卫家园的话 会废你的狗 也是很正常的 有些人说流浪狗已经没有主人了 还要给你这种假爱狗的人士针对 有些人说 就算是唐狗 什么都好 唐猫也好 都是保你的 大家要尊重平等的生命 这个刘小卫看到这样 越说越激烈 他也算是道歉 很搞笑 他说为什么自己要用这个驱狗器 也要兜一兜 因为曾经他的猫猫都被狗狗 咬到归天 所以对于过分热情的狗狗 都会比较恐惧 所以一般带小宠物出街的时候 都会带这个驱狗器 不是因为什么狗 或者什么流浪等等 只会觉得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才会用 他也承认的 可能过去因为他的猫猫 被狗狗咬到归天 所以才那么恐惧 引起大家的不安实在抱怯 我不接受你这样的解释 我觉得你这个解释是想兜? 我觉得你兜不了 这个解释是没有人接受的 尤其是有养草物的人 第一 猫呢 我不知香港 我自己是新西兰 养猫 就不需要带牠去散步 因为猫自己会走的 自己立刻去散步 自己会回来的 对不对 可能香港就需要 因为始终地方责责 你带一只小猫出去 你是不是要看实一点呢? 对不对 你自己的疏忽 没有看实 就搞到被其他流浪的动物 或者流浪狗 他的口中所谓流浪狗 搞到归天 其实责任是在你身上的 对不对 是 他还没被人射爆了 射到差不多了 二架势力了 一波未平 一波再起 这里我要给一个掌声 就是这个虫虫大王 我们都知道虫虫大王 除了搞虫虫之外 那些粉 饮 什么也好 丸子也好 他另外旗下有一个新品牌 叫做宠物药装 本来都疑似 打算找李佳琛 对不对 不过很可惜 不过很可惜 是 有些原因 我也替他不值 老实说 这么大个电灯 在那里顶着 还要这么高火速 迫到李佳琛 都不能够做到代言人 又说不准见 又不准合照 烧我给都请过去吃 合照又怎样出奇 对不对 有时候有些公司的政策也是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样就给了他做这个代言 对不对 不清楚 总之有刘小卫 代言他旗下的品牌 现在就搞笑了 出了个声明 说本公司留意到旗下产品的品牌 代言人刘小卫小姐近日于直播 内容引起市民的广泛关注 一直都和刘小姐保持沟通和更进事件 那好了 说大家 双方协议之后 刘小姐主动提出 愿意和本公司暂停合作关系 仅此声明 本公司一直以来都是本主 提升宠物健康和生活质素 自力照顾每位无邪的身心所需 认为不分品种 每一个小生命都是值得好好善待 尊重及爱护所有动物 宠物药装6月6日 这份东西一出之后就证明了 好好的 没得练了 你这么喜欢练了 练变渣猫也好 这就是一件事了 之后网民就像我们这样 好好的好好的好好的 走开走开 你这句说话被刘小卫听到 他又出来反弹了 哦 怎么弹啊 还可以拗 当然了 喂 现在说是暂停啊 有没有留意的 暂停不代表终止啊 可能我迟些会回来呢 你还拖嘴 你真是吓人憎恨的 哈哈哈哈 喂 大佬 你已经坏了 刘小卫小姐 是不是先说 说小句吧 哈哈哈 我觉得是重重哥 重重哥给你个位置 自己走 如果重重哥跟你解除 不是分业 解除这些 关系的合约 就是这些 那你就更加困难了 其实没得再合作了 老实说 你还要拼嘴 跟网上的网民去拼嘴 其实就是再一次 将自己的形象再踩低一点 自己踩低自己 事实上就是 哈哈哈哈 哎呀你没有的了 这些很讨厌 算了 你病在一边 或者可以转做这个 拘救器代言人 这么厉害 这么支持 是不是 为什么他不做呢 哈哈哈哈 做拘救器代言人 哦 那不方不拘 拘去自己走 对啊拘去自己 其实是 拘去你老公 自己再吵 你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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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一杰 不关我事的 是不是 哈哈哈哈 蔡一致也不关我事的 都会吵 是的 我最怕 这次吵吵 要割席 和苏智威 哇 有机会的 如果这位大太 刘小卫 这么夸张的话 哈哈 可能 如果是糟糕 到时要切割 原来就是因为 刘小卫这个举措 有人说 苏智威有没有饭 我最后也说多一点 其实台湾地区 有一间餐厅很有趣 叫做浪浪别哭 浪浪的意思就是 台湾地区 形容一些流浪的猫猫狗狗 用浪浪来形容它 为什么叫浪浪别哭 即是说 你们不要哭 你们来我们这里住 这间就不是一间 狗狗猫猫的住宿的地方 其实是一间餐厅 他想大家一边吃饭的时候 身边就会有这些 本来是浪浪的 已经接了回来 这间浪浪别哭里面住 经过一些训练也好 得到一些照顾之后 变成一些很乖 很有趣的猫猫狗狗 即使透过你来 这个浪浪别哭吃饭的时候 你就接触到 原来流浪 并非好像刘小卫说得那么可怕 哈哈哈 这些真是人X 我自己有时都会带朋友 去这间餐厅 真的很愤怒 我们一向支持这些浪浪别哭 或者浪浪什么的团体 我们也没有说给猫猫猫 我们也支持这些 但竟然一看到这些人 做了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真的拳头都立立了声 我们做得那么辛苦 或者我们去带朋友吃 甚至乎带了一间 不过我 可能我那次也没有看回主持 也有些媒体也去到那里看看 还是怎样去聊聊天 也挺有趣的 有机会大家的猫猫 可以过去看看 虽然那间餐厅的价钱 他也会教你如何对待这些浪浪 他们在店里看到他 如何跟他玩 或者告诉你很多不同的东西 当然会有些困难 就拦住某些位置 否则打开的餐厅 会继续走出来 会拦住 所以进去的时候 有少少位置要处理一下 还有如果台湾地区 也有一些宠物友善一点的餐厅 他会给你一个男孩 在里面坐在那里就可以 甚至有些有他们通间走 整间餐厅可以走 甚至有狗狗餐 听起来挺好玩 我自己在新西南 我自己也去过一间类似的咖啡店 咖啡店是引游猫到处走 所有猫都是流浪猫 猫咖啡店 你可以买杯咖啡 买一块饼 同时有很多猫在你附近 可以给你摸摸牠 或者跟他玩玩玩具 感觉都不错,挺温馨的 是,那就挺好的 像刘小慧那样的朋友 带着驱狗戏去到这些地方 也挺大劲的 因为他也怕流浪狗 随身带着驱狗戏在这里 如果去到刚才老去你所说的地方一样 接着按着驱狗戏就弄得很大劲 真的会吓到他们飞气 因为人家以为他们不乖 这么瘋的 其实被人吓到我们不知道 就是一些我们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可能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不要太生气 我们最重要是对于动物友善一点 记住领养,不要弃养 这个很重要 好了,我们今次说到这里 有机会再说一些关于动物的题材 如果大家有兴趣,记住留言告诉我们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